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在美国时间星期四召开了一天充满激烈气氛提名听证会之后 委员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早上投票 决定是否推荐卡瓦洛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 参议院全院预计将会在星期六开始程序性投票 美国律师协会在星期四晚呼吁司法委员会和参议院全院推迟有关投票 直到联邦调查局有时间对三名女性提出的指控进行全面背景调查 指控卡瓦洛的第一名女性福特在作证时说 卡瓦洛在1982年还是一名高中生的时候 曾经是一个派对上对她进行性侵犯 卡瓦洛反驳说福特和其余两名女性对她的指控对她的家庭带来破坏 代表加州的国会参议员范斯坦问卡瓦洛 福特是唯一名公开作证指控卡瓦洛的妇女 她说毫无疑问地卡瓦洛在醉酒后将她压在床上 苦摸并且试图撤去她身上的衣服 又将手放在她的嘴上 以阻止她的尖叫声寻求帮助 共和党国会参议员格雷厄姆在向卡瓦洛提出质疑期间 愤怒地指责民主党进行一个她所指的不道德的骗局 欧文出席庆证会的人认为整场听证会目的更多于是关于政治 而不是明确指责卡瓦洛一名在场聆听的律师说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一共有11名共和党议员同10名民主党议员 他们计划在星期五对卡瓦洛提出质疑期间 提名进行投票如果获得批准将会送交参议院全员 参议院将在星期六开始程序性投票 特朗普总统提名卡瓦洛取代退休法官安东尼·肯尼迪 特朗普在推特上说卡瓦洛已经向美国公众展示出她被选中的原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